自古以來,儒家跟佛家的教育不外乎兩章事情 第一章是教我們認識自己跟大宇宙的關係 這個就是常講的諸法實相 真正正確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 這個是教育的主要宗旨 第二的是教我們對人對私對我 也就是在生活當中,除世待人介護 應當怎樣去做 這是用 有體有用 這個體用包括了全部的教學 不僅是釋迦牟尼佛所教導的 乃至釋放三世一切祝福,教華一切眾生們 都不例外 我們在作用上 為什麼不能夠跟一切眾生和母相處 就是因為不知道四世真相 祝福福佛祝福,大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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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福福,大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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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福福,大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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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明白了真相 所以能夠與一切眾生和母相處 所以能夠與一切眾生和母相處 佛在經上 教導我們 要把一切眾生看作過去父母 未來祝福 《戒經》裡頭又教給我們 一切男子是母父 一切女人是母母 佛說的這些話 通常我們都把它當作比喻來說 不是實實 其實 佛所講的是實 不是別人 我們怎麼能體會的道理 凡夫的見解 心思常識 多半侷限在一世 對於過去世 不知道 未來世 也不知道 所以產生了許許多多的錯覺 佛菩薩這些大聖人 他們以甚深地定功 突破了時空的界限 所以過去無時 未來無中 它都沒有了 他都清楚 知道這一切眾生 深深深深 互為眷屬 故事 無量解 這一切人物 跟自己哪能沒有關係 這佛說的話 沒錯 那麼換句話說 祝佛菩薩這些大聖人 他們到底用什麼態度來做人 用什麼樣的心來對一切人 一切事 總而言之 不外乎孝敬 所以觀金三府 第一句就跟我們講清楚了 孝陽奉 奉仕四仗 確實 適宗 就是用這個態度 對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無 孝順 尊敬 這就是佛 就是菩薩 就是大聖人 凡夫的心思觀念 所作所為 所以 與這個恰恰相反 相應 就是隨順自信 信得隨順 諸法實相 能夠做到圓滿的隨順 能夠做到圓滿的隨順 那就叫一正法解 如果不能隨順 跟這個恰恰相反 違背了 這就是六道反覆 這就是六道反覆 180度的相違背 就是三我道啊 佛在經上千言萬語 苦口婆心地教導我們 我們要能體會 做圓滿的隨順 做法 做圓 做法 天堂 地獄 就在自己一念之間 這一念 與法性相應 就是佛 就是菩薩 這一念 與信得相背 就是眾生 就是我道 這一念 與信得相背 就是眾生 就是我道 那麽由此可知 外面境界 正如佛說的 夢幻泡影 隨著我們念頭再起變化 這正是佛在花言上講的 這正是佛在花言上講的 為心所信 為始所變 又告訴我們 一切法從心相生 心是能生的 法是所生的 心是能生的 法是所生的 你所生的這些法 覺得不如意 是你能生的那個心 跟法性不相應 所以 一切境界 不是別人變給你去享受的 是你自己變現 自己受用 這個才是事實真相 我們希望生活在一個深意的環境裡面 很適合自己意思 自己歡喜的環境裡面 那我們就一定要遵從佛的教會 所在講 遵從佛的教會 不是遵從祂的教會 是遵從自信的信德 自信的法則 祝福菩薩所講的是我們自信的法則 不是祂的 所以祂說 祂從來沒有說過一句話 我們要懂得這個意思 祂所講的全部是我們自信 信德的開發 這個信德的開發 只有真正明白這個道理 了解事實 對佛所講的話 真正是無體頭地眼 全部接納 因為這不是聽別人的 所以我們跟佛所要知道 是隨身自信 佛就是代表我們的自信 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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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神 大信 菩薩 大神 大信 他們是信德的視線 是信德的流露啊 是自不是祂了 大臣经上常讲自他不二 我们想跟别人学 总是觉得不甘心不情愿 我为什么听你 佛菩萨这些圣仙人不是他 他正是字 你要把这个意思挥过来 从这个地方建立信心 果然能够欺辱 欺辱之后才恍然大幅 祝佛菩萨是自己信的流露出来的 舍法界一正状行 哪一法不是自信流露出来的 这个明白了 清楚了 然后才真正 体会到 明白了 原来静虚空变法界 只是一个自己而已 除了自己之外 确实没有一法 这个时候 佛哲经上讲的 吾云言大慈 同体大卑 自然就生出来了 慈悲是信德 信德圆满地展现出来 圆满地流露出来 我们对佛菩萨孝敬 对大圣大行孝敬 对父母孝敬 对师长孝敬 然后逐渐能够 对一切众生 孝敬 甚至于对自己的冤家对头 独学猛兽 地狱卧鬼 也同样的孝敬 决定用的是 清净心跟平等心 这个孝敬 没有差等 平等的 清净的 果然入这个境界 那就恭喜你 你成佛了 即使没成佛 是佛不远了 你决定是发生大死 你智慧开了 智慧开了 对于虚空发迹 一切万法 你明白了 觉悟了 清楚了 你懂得怎样去做了 对于一些还没有觉悟的 你也懂得如何去帮助他 这个就是经里面所说的 存菩萨心 行菩萨道路 任何身份 男女老幼 任何行业 都可以修圆满的菩萨道 菩萨 结果局限于一法界 这菩萨法界 不局限 一切法界 皆是菩萨法界 华音经常说 一切识度 多界是一 一度不二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 我们既然有过去世 过去 有无量界 深深深深深 跟一切众生相处 善云 有 雾云 也不少 先前我们的遭遇 有些人跟我们相处 很投缘 很欢喜 过去是一种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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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人要做冤家做对头 给我们带来 给我们带来种种不如意 过去是一种善意 过去是一种善意 过去迷惑颠倒 要是一种善意 那我种下这些愿意 现在就 现在明白了 是一种善意 那我种善意 怎样把这个愿解化解 还是佛的这一句话 孝敬 孝敬 真诚心的孝顺 尊重 这个愿解自然就能化解了 所以对一切愿对一 我们要能随胜 真正做到恒顺众生 随喜功德 随喜当中 陈就自己真实的智慧 真实的皆定会三无六修 在随顺众生里就陈就 这是功德 随身如何能真正成就功德呢 这个清净心重要 智慧心重要 你心底清净 无量寿金三强 平等正确 你用清净平等正确慈悲 你去随顺 随顺就有功了 这个德呢 成就你的真诚清净平等正确慈悲 正确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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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开 。。。 云天尤人 那是大错特错 一切不如意的境界 一切命运 都要回过头来 自己去反省 决定是自己不善业累积造成的 过时不在乎别人 所以要回过头来 自己真正忏悔 真正改过自信 这是真修行 我没有把别人把他当作父母来看 没有孝顺他 没有把他当作司长来看 没有尊重他 这是我自己的不实 不是他的不实 诸佛如来 所以成佛 所以成为如来 就是这个方法 修成 我们今天想做佛 想做菩萨 没有例外 还是这个方法 修成 所以我们要知道 近人 近事 近物 要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 将来 我们梅桃城建好 佛学院 开学了 如来的教法 我们要全部落实 我们要全部落实 实在书 并不是只有在弥桃城佛学院 我们才能做到 这是做一个样子 好像展览会 摆出来让大家看看 实际功夫 是在日常生活的 念念 都不能离开 你一念离开了 那就是一念谜 一念相应 是一念确 所以这个要在念念之间 用功夫 大臣经 不可不独 不可不生结义序 你才能保持 保持长觉而不眠 我们才能够得到 真正幸福美满的生活 好 今天时间到了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